他们也曾是别人的孩子伴侣父母 他们更是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 一封封绝笔信尽满不舍于决绝 六集纪录片绝笔 尽嫌他们相似而生 不该初心的理想信念 位于重庆市哥勒山下的渣子洞集中营 绿树沿映之中有一排两层的小楼 这里曾是国民党集中关押革命制式的人间炼狱 72年前的一个夜晚 在二层楼七室的牢房里 一位父亲正在一个香烟盒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他就要被刑行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想把林中的话语写给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 你 根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这位父亲名叫兰蒂玉 是著名小说红颜中兰胡子的人物原形 兰蒂玉牺牲后 这个香烟盒不幸遗落 但是这首诗却以另一种方式 带给了他最亲爱的儿子 1916年 兰蒂玉出生在四川省殿江县 五岁那年 兰蒂玉的父亲惨遭地主迫害致死 这让兰蒂玉从小充满了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 1938年 兰蒂玉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封首次公开的信件 是兰蒂玉写给妻子的家书 也是兰蒂玉唯一留下的亲笔字迹 信中除了家庭琐事别无其他 而实际上 这是兰蒂玉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妻子报平安 革命的道路充满了黑暗 家人是兰蒂玉心中那盏最温暖的灯 兰蒂玉的儿子兰庚慌 今年已经77岁了 作为家中的长子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 父亲便寄予了他无尽的期望 这张照片最后左边的站立者是我母亲 右边就是站着的是我父亲 前面坐到那一位就是我的奶奶 抱着的那个娃娃就是我 我的父亲就跟我母亲说 儿子跟他取名叫庚慌 就希望孩子以后 用庚慌这地坚韧不怕 和这个不断分禁的精神 来把我们鬼家建设成为 美丽的园林 这里是当时的四川省梁山县太平乡 身为梁山电江地区特支书记的蓝地域 在这里动员了两百多名群众 发展了十多位党员 声势越来越大 为了支援当地的武装斗争 蓝地域甚至不惜将全部家产 捐给了党组织 没了家产 生活轻苦 这些日子却是蓝地域一家 难得的平静时光 1948年11月 蓝地域的上限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此时的蓝地域本该立即撤离 但他心系着当地革命群众的安危 坚持留下做好应变部署之后 再行撤离 1948年11月17日这天 是蓝地域的儿子蓝耕荒 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一天 我特别舍不得他们的分开 我就抱着我父亲的大腿 我就说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去 结果 我父亲看到没办法脱身 只好狠心地把我手扳开 我哭得很厉害 我说我要爸爸啊 我要爸爸 骨肉分离 是普天下最刻骨铭心的痛 但为了群众的安危 蓝地域做了一个最艰难的决定 严幼的蓝耕荒没有想到 这竟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这一天 当蓝地域赶到太平乡召开会议时 发现有两名代表因为突发状况 没有按时赶到 时间紧迫 每待一分钟便多一分危险 使自己先转移 还是再等下去 蓝地域思索再三 最终决定留下来 他不愿放弃任何一个人 没过多久 当地警察迅速赶了过来 蓝地域不信被捕 国民党知道他是一个特质书记 因此想从他嘴里边得到 游击队的人员名单家庭住址 以对游击队员进行彻底的 一网的打净 就用那个火落铁来烙他的背 这威逼他说出话 可是蓝地域就是死死的人 一天特务们将蓝地域的母亲 带到了牢房 牢房里是伤痕累累的儿子 牢房外是年迈憔悴的母亲 透过冰冷的铁栏杆 看到满身伤痕的儿子 母亲的心都碎了 这时特务们再次举起皮鞭 当着蓝地域母亲的面 狠狠地向蓝地域抽去 我父亲 咬进牙关 强忍着剧痛 对我奶奶说 妈 你不要为我担心 要想开戏 我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为天下老苦人民的翻身解放 才做老地 就是为死而死 我也知道 亲情与酷刑都没有让蓝地域松口 特务们只好将蓝地域转移到了渣子洞集中营关押 我们很难想象 当年在敌人日夜的拷问之下 蓝地域是如何在这间阴暗狭小的牢房里度过那一个个漫漫长夜 蓝地域在狱中曾经教大家唱过一个古怪歌 这个古怪歌实际上是对国民党的这个黑暗统治 一个深刻的描写 就通过这东西来鼓舞大家的一种意志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随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直出贵州 向四川挺进 西南地区解放在即 与此同时 蒋介石再度坐镇重庆 展开了对狱中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蓝地域和所有狱友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 10月27日这天晚上 牢房外传来了特务们的高声叫喊 通知第二天转移 蓝地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天快要亮了 胜利就在眼前 而他却不得不在这个时刻 与同志们亲人们 尤其是自己挚爱的儿子永别 他一生颠沛流离 连半分家产也没有给家人留下 对于家人他万分歉疚 对于革命理想他初心不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该给儿子留下点什么呢 蓝地域想到这里 拿出了一个废旧的烟盒 提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一生最后的诗句 你 更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他当时是紧闭双眼仔细思考 然后心中有了成熟以后 然后看他用笔一个字一个形 写好以后他对当时劳凤说 你们谁能出去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这首诗我写的就是我自己的愿望 要求自己的对儿子的欺败 当时蓝地域把这首诗还朗诵给大家听 第二天蓝地域被押送到了重庆大平行厂 慷慨就义 年纪33岁 蓝地域牺牲后一个月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 那个既有蓝地域绝笔的烟河 不幸遗落 幸运的是 当年逃出炸子洞的御友 将他墨迹在了心里 带了出去 在1960年的时候 我的母亲又在书店买到了一本 给民的一诗诗草 在这个时候 我父亲留给我的遗嘱的全诗我才看到 当时我看到这个遗嘱以后 无数次地想想到 我父亲在走上欣赏之前 是怎么样云朗出这首遗嘱 这种情境 长大了意料当解放军 却为自己的父亲和历史们报仇 第二年 十六岁的蓝耕荒 在参军登记表上 依然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蓝地域牺牲时 蓝耕荒年仅五岁 历经二十一载军律生涯 蓝耕荒成长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 2009年 在蓝地域牺牲六十周年之际 蓝耕荒给父亲写了一首诗 亲爱的爸爸 有听见你在尸耳中的嘱咒和希望 有看见你走向心肠的大灵人 如今天地的境界已被穿出 再也没有满街的朗圈 你和先你们放心吧 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今天的主鬼啊 低耕荒 天耕荒 蓝地域用他短短三十三年的光阴 对线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坚定誓言 他用生命铸就诗篇 留下了对后来者的尊尊教诲和无尽的期盼 与蓝地域一同牺牲在黎明之前的还有一位青年 面对敌人的枪口 他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篇 任脚下想着沉重的铁料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首广微流传快治人口的诗 正是共产党员革命烈士陈然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写下的自白书 陈然原名陈崇德 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湘河县 全面抗战爆发后 15岁的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 担任歌手和暴露员 在抗日旧王宣传中 他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1939年春天 不满十六州罪的陈然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4月 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 为了控制舆论 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 一时间谣言似起白色恐怖加剧 为应对国民党控制舆论的阴谋 发动国同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 1947年7月 中共重庆市委秘密创办挺进报 作为地下党和重庆进步人士 获得共产党信息的刊物 他们把报纸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 一方面刊登了大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鼓舞广大人民 另一方面也增加刊登了一些 警告和开导国民党人的文章 甚至还登了毛泽东的论大反攻 以此来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 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 重庆的白相街 一家茶馆里 一个身穿泥子夹克的青年 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 正愉快地聊着天 中年男人递给青年一叠钱 随后上前握手告别 这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 正是负责挺进报的重庆地下党领导 那叠钱是最近几期挺进报所需的发行经费 而那名青年正是挺进报特资书记陈然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 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20日 由于叛徒出卖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了挺进报的机关住所 紧急的行事下 挺进报的领导通知陈然 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为了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的任务 陈然依然放弃了迅速撤离的机会 在22日下午5时 印完了最后一期挺进报 在陈然完成了印刷任务后 还没来得及收拾设备 门板便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特务们便破门而入 特务们为了从陈然口中挖出挺进报 和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人员关系和人员名单 连夜对陈然进行了审讯 面对威逼利诱 陈然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 特务投资徐元举 亲自对陈然进行了审讯 但令徐元举没有想到的是 闻闻尔雅的陈然 却在酷刑面前 窥然不动 在选举和国民党张介对他不断地审讯过程当中 首先对他进行的拳打脚停 甚至用这个三十斤的脚铐手铐 把他靠起来 使他不能动弹 这里是重庆哥勒山路 陈然先后被关押在 有两口活棺材之称的白宫馆和渣子洞 集中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陈然与黄晓成将军就关在隔壁 这隔壁实际上是以前白居公馆的一个套房的这个居住 然后把中间的门给封死了 对不对 但是门下面一条缝 当年黄晓成将军在看到中央日报以后 就把报纸通过门缝里面塞到陈然这边来 让陈然看 陈然当时看这报纸以后 觉得这边很多消息很好 所以他有了要把这个国民党失败的一些消息 通过对国民党报纸报道情况中分析 做一个白宫馆的消息传播渠道 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 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房里 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 把牢房当作战场 用党组织交给他的烟壳纸和一支短铅笔 尽可能地把他所记住的消息 简要的逐条写下 从秘密孔道递出 从第一天起 这张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 白宫馆挺进报的小纸片 开始为狱友们不断送来前线的好消息 这些消息激励着每个遭受独行拷打 疾病和伤痛折磨的革命同志 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喜讯 通过陈然的字条 传遍了每一颗渴望自由与光明的心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终于历经重重艰难 在10月7日 传到了尚未获得解放的 重庆白宫馆 得知这个消息后 陈然和难友们决定 他们也要做一面 象征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这面看似简陋的五星红旗 是陈然和狱友们 身处于黎明前黑暗的日子里的 对新中国的祝福 也是他们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 然而 陈然和同志们 却没有等到期盼的黎明 1949年10月28日 陈然和狱友蓝地狱等人 被押送到了重庆大平行场 他们一起高呼着口号 慌张的特务们 不得不用机关枪 向革命者们疯狂扫射 陈然和难友们一起 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 牺牲时 年仅26岁 1949年11月27日 重庆解放前夕 19位列入暗杀名单的白宫馆 再押人员 在押送的过程中 被陈然等人策反的警卫 偷偷放走了 难友们逃出去了 陈然却牺牲在了黎明之前 英勇就义的前几天 陈然对难友说 他想写一首诗 这篇只有复稿的诗 题目叫《没有了我》 并由此诞生了震聋发聩的 我的自白术 任脚下想着沉重的铁料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 埋葬 蒋家王朝 陈然以浩然正气 彰显了革命者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首自白诗 书写了他无惧无畏的革命志向 一字一句 犹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 指引着无数的革命后来者 坚定地奔向光明 有些人越是在黑暗时刻 越能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正是哥勒山路烈士们的遗愿 这正是近代无数人人之事的 毕生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